這是判決啊 要支付陳柏妍收益分成款15萬一 還有要支付陳柏妍這個違約金1萬 這是我現在簽的北京公司 他要支付我這些錢 我差不多15萬一 然後我正式已經解除合約了 就是確認是在2022年的8月23日 確認已經解除合約了 不然人家說是假的 下面有紅頭張 對 紅頭張 這個有紅頭張 是 紅頭張 下面寫的 對 有沒有給鏡頭拍照 來 給他最大 有紅頭張的 你們法院自己蓋的 北京 我花了多少錢 8萬加4萬 12萬打的官司 然後你陪我 人民幣 然後你陪我16萬 我只是換了一個解約 重點是你這16萬 你到現在也沒給我 這個是李東線 他在跟我對話的時候 因為他在11月份的時候 一直叫我回去大陸 然後跟他一起做助農 他們都已經給我安排好了 這個榮譽證書 對 好 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如果我如果在大陸混不下去的話 為什麼中共的信封縣的縣委的統戰部 會給我蓋章 要給我頒一個台胞駐農大使 他人在台灣 這個日期是什麼 2024年11月 然後是誰發給我的 李東線的 這李東線的那個 有看到 李東線的微信 對 為什麼你要 如果我混不下去 然後是說我私信人員的話 你在11月份給我這個幹嘛 對吧 上面寫的是統戰部的 對 對 那就代表說 我還是有回去發展的機會 他們覺得你還有利用價值 對 他們覺得我一定還有利用價值 其實我看八九 我們之前有聊過這個事情 是啊 其實你讓陳柏仁去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好像還飛過去那邊 對 如果中間有什麼人 其實是冒很大的風險 你為什麼願意冒這麼大的危險 我在去之前 我也有拍影片寶貝 寶貝 神明說這一趟是可以平安 所以你就衝了 我包括我現在要做的這件事情 我也是有拍片寶貝 在九月份的時候 因為我當完兵 我當完兵之後 我到底還要不要回去 我看到這麼多人權跟真相 然後我就覺得 我還要再繼續去支持 中共來打台灣嗎 然後我就去問了神明 所以神明支持你發佈這樣做 我現在因為我怕人家會說我去 我造謠還是什麼 我只是說我自己的經歷 是因為神明我才留在這裡 因為你去做這些 我們都知道他有風險 甚至於現在八九這個影片 一播我看他一直看流量 當天晚上就破百了 很快 一串很快就破百了 現在後台200 我跟你講 大家這是胡同一半 你現在連香港澳門 都不能過境 不能去 我已經做完我要做這件事情之前 該做的這些事情 因為我知道我接下來一定是 可能會犧牲的 對